電信公14年至1662年 率軍來頂尿羅里門 來開關到台灣行政、學長建立到負責 包括到今天三代 共同開創台灣立書法定信紀元 今年在南四百 也是電信公四百歲生意 中華郵政特別發行 有電信公四百年的 短信紀念郵票 今天是這個中華郵政 來發行我們電信公的郵票 其實鄭存公的郵票 上一次發行一定是1962年了 我們今年二公二十年 發展的郵票是我們四百歲生日 特別發行 希望藉著這樣子的一個郵票的發行 讓更多的人 可以了解這個四百年前 證證說一個對立書的影響 台信公四百的這個紀念郵票 上次在台信公祖廟區 幸福表記者會 台南郵票副局長 帝佩如表是說這會 紀念郵票包括多元 人是國保階 國有得收藏價錢 今天剛好我們台南四百 剛才提醒公四百歲生日 來做這個郵票 來發行 讓世界來折臺灣 認識我們台南 大家來共同 為台南來增加我們台南的公園 三二一 請節目 來大家掌聲 他發行紀念郵票 他在電信公祖廟 當首長頂幹部 還有台南市政府 和台南郵局長頂議 他發行紀念郵票 來發行 台南郵票的行程 也在臨時郵票 提供到鄧英仔的貨物 祭賓很多吉友蜜 來拜託我們台南天新聞 大家一起來 待會兒晚餐 好嗎 不得